大家好,我是爱鱼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尖言爱骨36-49 元神那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陶侠加城 就加探索度100%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我们现在来到流金之脉 右下方这一个传送点 然后传送之后 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 直接往前飞 再起玩这个河流边上有一个顺索宝箱 青王怪来拿到宝箱 在路的柴游遥西方向,地图左边 往前走 再起玩这里有一个闪光点 这里是一个鱼竿 我夹这个鱼竿这个位置 在西北方向,地图左下方走几步 在这里有两个青蜜霉 我们剪到这个青蜜回去 所以投喂一下 要这个啊,青蜜霉啊 所以投喂之后 稍等一会儿就会出现一个金字宝箱 宝箱开启之后,运辰北方向,地图上方 自己往前飞 好,在对面这里有一个相机,这里观察 好,这里观察之后后面会有一个宝箱 大家一定要点观察 然后在这个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说一下,在底下这里 有一个石盒 大家也需要自己去剪一下 好,接着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往前走 好,在喜欢这个房子这里 是一个正手宝箱 来,这里有我们庆向 新王怪 这里剩下这个楼梯上来 来,开启这个珍贵宝箱 然后在西方向,地图左边 起壁 在这里有一个避暑片球 好,这里靠近之后它会飞走啊 飞走之后先不要跟打 打在南方向,地图下方 在下面这个木板底下 有一个石盒 那捡起之后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那这里还有一个蛇 这个是飞鼠出发的 那捡起之后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往前走 在前方这个石头上有一个火神筒 来,这里爬上来 夹这个火神筒 然后在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 往前飞 在这个斜坡位置有一个现实挑战 这里我们先按下T 先切换这个形态 然后再开启这个挑战 好,这里我们对准之后 按下移 所有这个拉线 一路往前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在这个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这里继续往前走 在这里有一个羊駝 在这个几个羊駝中间 这里有很多日落果 全部剪之后会有一个宝箱 那开启之后 在这个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这里跑过去开一下这个神像 这里直接拉过去 好,这里来到这个神像之后 在这个石柱上面有一个火神通 所以直接拉上去 所以我直接爬 跳爬 叫这个火神通 然后我们再转向这个 南方向地图下方 往前拉 好,在前方这棵树的旁边 有一个火把解谜 来,我们先切换一下人形态 所以只需要点一个火把就可以了 来开启这个宝箱 让我看看 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开启之后 我们这里回头 这里切回这个狐狸 然后朝着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这里一路拉 拉过去 在这个石柱上面 这里有一个火神通 然后来到这个顶上 有一个传送点 开启这个传送点 我们再朝着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往前勾 在前方这个婆上 这里 有一个正手宝箱 新王怪 来拿宝箱 吼玉植物 然后在这个南方向 地图下方 在前方这里 有一个七天神像 那这里我们走过去 开启一下 到了神像之后 然后我们朝着 东方向地图右边 所以我们要顺着这个木桥 一路往前走 然后这里往上爬 这里来开一个传送点 开启这个传送点 开启这个传送点的时候 在右手边这个箱子这里有个闪光点 所以点击时取可以拿到一个通行证 它一定要捡拿 后面自信需要用到 然后紧接着 你打开下地图 轨到我们最开始的 这一个传送点 然后朝着西方向 掉到左边 这里往前飞 在这个峡谷的这个空中 有一个火神通 好 然后这个火神通之后 我们继续往前飞 这里先跳到这个最底下 好 射到这个瀑布这里 一路往前走 这里我们要开一个地下传送点 这个是BOSS这边的 好 这里我们往前飞 这传送点就在对面这个 石柱上面 那开启之后 我们转向 这个北方向 地图上方 往前走 在前往这里 有一个符 我们这里 点击附体 附体之后 我们 转下这个虫洞 好 这里出来之后 我们就来到地面了 然后我们转向东方向 地图右边 再转向这里有一个骆驼 再转向这个骆驼左侧 左侧这里有几个甲虫 然后这个甲虫这里 然后根治它 引诱一下 利用我们这个长颈鹿 把它踩死 好 踩死之后会有一个宝箱 偶遇植物 它开启之后 在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再转向这个树底下这里 有一个符文 切换形态 然后我们这里爬下树 在这个树顶上 有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就是之前 那个拍照观察出来的 如果你这里没有 就是你之前没有去拍照 这里爬上来 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这里我们钻出这个地面 钻出来 然后我们切换成这个人形态 朝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这里往前飞 在起往这个房子位置 有一个正所的奇卫宝箱 来挂拉倾向 倾王怪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这里往前走 在起往这个坡上 有一个限时挑战 所以我们拿出这个弓箱 来开启 射一下这个史莱姆 啊 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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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成这个挑战 来开启这个挑战宝箱 然后我们这里 不行啊 或是剩下这个 去动 屋里 然后我们转向这个 东方向 地图右边 所以顺着这个拉线 往前拉 然后我们这里顺着这个 坡上这个钩子 这里勾上来 好 在这里有一个 火神筒 捡起这个火神筒之后 旁边这里有两个 栽药桶啊 我们这里 爱衣 给它破坏掉 好 破坏之后 在这个石头上 这里我们爬上来 这上面这里有一个牌子 我们这里跳一下 捡到这个牌子 会出现一个 这个普通宝箱 那开启的时候 东方向 地图右边 这里继续往前走 这里利用一下 这个拉线 这里勾过去 好 这里我们过来 开启一下这个副本 然后开启这个副本之后 北方向地图上方 地图往前勾 在这里有一个 正手宝箱 青王怪 来拿到宝箱 不须此行 然后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这里来到这个峡边 这里低头 往下降 来到这个峡谷底下 这里调到最下面 好 调到最底下之后 我们这里 朝着南方向 地图下方 在这里有个NPC 我们跟他对话 这里对号碗之后 然后我们朝着 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这里往下降 调到这下面 然后东方向 地图右边 这里我们开设 这个地下传送点 开启之后 在这个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再前往这个角落 这里有一个 史莱姆的正手 青王怪 来开启这个宝箱 好 这一笔先 就拿这么多 一有封眼 最后地下 我们下一笔在哪